各位觀眾大家好 現在我們來到了南投縣河灣山 這裡是河灣山主峰的登山口 我們今天要爬河灣山主峰 河灣山是一個很平易近人的高山百岳 這裡是一個算是嬌山化的百岳 新以蠻多人來參觀走訪的 他這裡建有一條車道可以直通山上 不過這條車道是沒有開放的 只能步行上去 好了就跟著我的步伐前往河灣山走走 各位觀眾們 現在我們行走的這條就是河灣山的登山步道 他這條步道 是一條以前軍方建造的軍用道路 現在已經軍方已經撤哨了 所以他變成了一條步道公趴山的人來行走 好嗎 好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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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有別一種晴天的美麗 現在我們看 右側那座山峰 就是和安山東峰 和安山東峰也是百月之一 現在霧見開 可以看到 他這裡的 一些景觀 相當的漂亮 和安山東峰下方 那處就是 武嶺 那裡是台灣公路的最高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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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天氣不好的時候 一下子就 雲霧撩繞 風速非常的快 何安山的奇岩怪石也是相當的多 這裡是屬於 中央山脈的一部分 這個何安山的車道 其實嬰兒車也可以上來 之前我的小孩子 我以為就是要 一輪車把他推上來的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現在和山是杜茜花的花季 我們可以看到山上有蠻多盛開的玉山杜茜 在左側這裡我們可以看到和安山的碉堡 這裡有一處和安山的要塞化的地下坑道 好啦那我們就繼續前往和安山的三角點 在步道的右側這裡有一個碉堡 走到這裡我們可以看到這裡有一條岔路 這個是捷徑往和安山主峰最快的 我們下山再從那裡下來好了 我們上山的時候就順走這條步道 這條車道啦 走過來之後不久 在左側這裡還可以看到一個碉堡 這個都是和安山 以前 軍事化要塞化的遺跡 走到快山頂的時候我們可以發現 左側這裡有一條小徑 我們走的 順著零線走上和安山啦 這樣子比較簡單乾脆 這個零線上去就是和安山的三角點啦 看到這個電信塔就快要抵達和 就快要抵達和安山了 我們順著這條小徑走上山 大概一下子就到了 沒有很遠 好了到了 這裡就是和安山主峰 標高3410公尺 台灣百越之一 六三等三角點 這是他的三角點 三等三角點 立有6388號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已經抵達了和安山主峰 和安山主峰標高3417公尺 立有三等三角點 我來的時候天氣不是很好啊 全部都是白牆啊 不過我來和安山算是 來了很多次啊 來這裡算是散步一下走走看看啊 主要來探訪一處秘境啊 就是和安山坑道 他這裡的展望在天氣好的時候是相當的不錯啊 不過我挑的日子不是很好啊 所以天氣就是白牆啊 白牆有白牆的好處啊 就是不會曬啊 可是沒有藍天白雲走起來也是相當的怎麼講 沒有展望可以看啊 沒有展望可以看啊 不過齁 我們爬山的人齁 只要沒有下雨就是好天氣啊 好啦 那我們 就 和安山的探訪就到此結束啦 和安山這個時候來是 杜鵑的花旗 就是從家對啊 好 好 我們 離開和安山鼠豐 我們就 原路下去也可以 走步道下去也可以 隨便你走 這裡沒有 山頂就沒有什麼特定路線 反正挑好走的走 我下山的時候 天氣有點開 這個雲霧有點 被吹開 可以看到 河岸山的山區 這 美如仙境的 雲海 雲海翻騰 這裡真的是 台灣最漂亮的公路